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節八卦別人的私人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個人在無線相當有出鏡率 因為他是愛回家的一個角色叫大龍山 大龍山羅樂林最出名除了大龍山之外 他死得很誇張 一天死七次 破了電視紀錄 可以列入今次見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一天內所有劇集都是死的 這是誇張 另外說他和他老婆 竟然分訪九年 之前說周吉佩分訪 這個分訪 分訪九年不離婚之迷 但是我認為年紀了那麼久 分訪很閒 好像說搞分居 究竟是不是 因為他老婆也好像是出名 甚至是關乎一些宗教的問題 而不一起睡 究竟他們會不會分辨呢 我們交給窮飛龍和大家研究一下 謝謝五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都有看《愛回家之》 《開心出題》中 內樂林飾演的大龍山 同時擁有四房太太 還到處尖花野草 是不是很羨慕呢 不過我相信 就算人人很羨慕 內樂林自己應該未必很羨慕 因為真實的他 他現在和他太太分居了 雖然計算在內樂林 前後都結果兩次分 但至於2011年的時候 他已經說過和他第二名太太陳寶怡 就離婚了 但原來 查法實質只不過是分居 所謂分居還要在同一間屋裡 分房睡 但也起碼分了九年 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呢 那為什麼會不會同一間屋裡住 又要分房睡 今天我們就研究一下什麼事 那時候愛情就是這麼奇怪的 當初千辛萬苦去追求回來 到頭來竟然可以說 覺得不幸福 是沒有得意 擁有了你也可以說不幸福 有時候世間上就是如此奇怪 不過想起發生在羅樂林身上又不奇怪 要想一下羅樂林 一天都可以死五次 其實這些事情也不是很奇怪 因為他離婚的消息傳了超過十年 大家一直以為他離婚了 其實大家分了房睡都很久了 覺得也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每一個人分開了有得的生活 你見到很多情侶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之甜蜜 糖痴豆 一分開的時候 狂嫂對方不是 我身邊也有個女生試過 之前跟他男朋友的時候 一天天跟我說 有多幸福啊 有多開心啊 怎知道一分開 他竟然跟我說 我男朋友經常逼我 要跟他上床 我都不願意 我馬上呆一呆 因為他要拍拖 我記得他頭幾個月 每天都說很幸福 為什麼突然間又這樣說呢 分開了之後 跟我說他們分開 主要的想法越來越不同 有些事情 你慢慢走去極端的時候 那都沒有所謂 你有你不同 那宗教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正常的宗教都是道人向事的 是不是 你有你的想法 任何事情都好 總之是永遠 不適合聽也好 羅林文就說他自己不回答咀 那就沒事了 就是說 對方無論如何發牢騷 你不回答咀就是最厲害的 對方這樣搞就只是自然自喻 聽他講到宗教 是不是大家的宗教有些分歧 所以羅羅林這樣說呢 羅羅林說到 初初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又不會有這些情況 永遠都是對方 有什麼不對 你覺得都是對的 那時候你喜歡嘛 對方的信仰 你都覺得OK 當大家開始慢慢發覺有些問題的時候 各方面的想法呀 其他思想呀 適合朋友 都不同 就什麼各個都不同 怎麼都不同 那不知不知漬漬漬漬 也就是覺得有些事情不跟聯絡 不如是分居啦 那這種事情 salers已經想不到 總之 大家就好像好角色 各種有極端 到了就應該算��고 那你也有你朋友 還好我都 Video 羅勝財 提起他的 yarg 提起他油 Kenya 其實 cache della pine花 這好看這種東西 那個花umuz 那�婆 Bäす樹 cruel 那你知道陳寶椰是誰啊 陳寶珠的妹妹 我想說 我見過陳寶珠的訪問 她也說過 她當年 跟她先生分居的時候 她就說大家 慢慢相處 發覺 生活圈子很不同 她認識的朋友跟她認識的朋友都不同 所以當時陳寶珠就是這樣之下 就分開了 她說的原因就是這樣分開 但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你結婚第一天那時候 不知道的 因為陳寶珠也好像結婚了八九年才離婚的 她第一天跟她先生認識的時候 也知道大家 不是同一個圈子的人 有時候你不是喜歡她 就是不同一個圈子 當然 如果你差點這麼說 我說陳寶珠的案子 當時她分開那些 她先生本身是 大大公司的家族 那時候好像剛剛大大公司是倒閉的時候 同時間有可能 竟然有些就是鬧分開的事 那麼搞到我說多說少都覺得 會不會兩者有關聯呢 不要說陳寶珠是不是一定是 看錢的方面 每逢一個family 你開始窮那一段 你就會發現很多問題會出現 你不用窮到底 窮少少已經開始可以有問題出現 有可能以前有些的生活 今天不可以享受 那已經是有問題了 最簡單一點 我以前可以買很多貴貨 或者住間屋大一點 今天小了 又不可以買貴貨 未有的問題 等於有些人而已 人工今天扣了你200元 扣200元不會死的 但是扣了200元 你心理上是可以不開心的 我以前有位女朋友跟她一起的時候 她每天都說到我好像有很多優點 後來臨到 某一個熱戀期過了 然後她每天都說我有多少缺點 但其實我的人 從頭到尾跟她剛認識的時候 都沒有變 有時就是這樣 愛情在熱戀期永遠都是麻木 很多人都經歷過 相處久了 就好像發覺 其實這個也不合 那個也不合 例如羅樂林跟陳寶儀 本身是1982年結婚 到了2011年宣布分開 好像俗語說 勉強沒有幸福 他們選擇 分開也不是說是錯的 至少兩個 都是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羅樂林說 他們的良好關係可以去到甚麼呢 其實大家在房子還可以很和俠相處 還煮食給對方 無論他太太要吃也好 或者有時他的女兒要吃也好 他也會煮食 可能他真的喜歡煮食 煮得好吃也沒所謂 羅樂林真是好東西 普通人來說分開 永遠都沒有見面 他們有好東西 還要保持良好關係 還要在同一間屋 其實跟普通普羅大眾的夫妻有甚麼分別呢 為甚麼又堅持要離婚呢 羅樂林說 兩個人為何經常吵呢 你覺得他有些東西不適合你 你就去說他 他自己的東西 又要給他說 假如一個人 說的時候 另一個人不說話 那就沒事 但如果兩個都堅持幾件 就一定會出事 所以羅樂林現在就是這樣 為甚麼大家還可以向同一間屋 你會說甚麼 OK 我不說多少 既然相處還可以 那麼融洽 為甚麼要分開呢 羅樂林說 其實很難確實說出一個原因 他只能說 很多事情就密密地 慢慢地發生出來 甚至可以 當你發言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站在你面前了 這個問題 我知道有些情況 你會想尋找一個原因 但問題是因為很渺少 少到自己 有時他也不記得 一年紀大了 昨天好像在喊吵架 但我忘了爭論甚麼 但我記得 總之有跟你喊吵架 即馬即馬的潛意識 雖然你也不記得這件事 但你的情緒在 即馬即馬就開始有些事情解不開 羅樂林說到以前的指腹為婚 父母之命要你結婚 都可以相處到白頭 你看現在很多人 又說很激情 非嫁你不可 非娶你不可 我們一定要一生一世 然後羅樂林說 說而已 不用兩年 這些人就分開 很多時候人都是掛勾的 他們覺得跟社會都是掛勾的 社會現在進步 任何事情都要快 既然趕到兩個人都可以融洽相處 有沒有想過要符合 羅樂林的答案挺有趣 都幾十堆 都沒有想過再分開符合 這些事情太複雜了 做好自己本門就算了 真的這麼難 符合兩隻字對他來說好像 沒有什麼需要的感覺 羅林說現在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次就要他自己的幾個女兒開心 他們每天都有繼續聯絡羅樂林的 很多時候有可能人類 完成了繁殖下一代 所以兩個人 分開都覺得沒什麼任務完成 最重要 很多時候有些人覺得結婚後 子女比老婆老公更重要 有些人只是這樣想 說到羅樂林本身有三個女兒 有兩個女兒是前妻的 一個女兒是現在去太太索山的 基本上他們三個女兒很厲害的 很融洽 他們 這幾個女兒也有約羅樂林去蘭桂坊喝酒 還有那些女兒也會買口罩 消毒液壁 有時候也會幫他買個新電話 因為他覺得他的電話 拋好了 爸爸用了新電話 那麼不奇怪 很多時候男人 如果他們不刻意叫他換一些新電話 可以用很多年都是那些 我看以前有個藝人 他的電話還可以是黑白胸 可以這樣 不然家裡的子女 不值得的就幫他換了一個智能電話 那麽羅琳說他三位女兒都非常懂事的 他們全部都有他們厲害的東西 例如他們三個對著他的媽媽 有人大家女性 可以在共存世界裏面 一來到他 就知道他有什麼不喜歡和什麼喜歡 立即調教得很好 但對他很好 所以說很開心的 他三個女兒跟他一起相處 不會添麻煩 很會想的 三個都不跟大媽媽 我又明白很多時子女 某一種情況就是 no 即是你父母的性格是幾十年都是這個 你突然要去改是很難的 不如你自己改會 你以為爸爸媽媽改 因為很多時候孩子們的相處就是 父母要你媽的 你一直要適應父母 給他們命令 如果某些情況 開始要還擊 又要吵架 你爸爸媽媽 通常爸爸媽媽都不會隱讓 你現在還擊 最好不如自己收聲就最好了 所以現在看到鑼鑼琳有樣東西就是 有女萬事足 放在他心上最好不過這樣形容 他都不小 現在都七十一歲 自他九年前跟老婆分開 或者很多人認為 這個年紀還要不要搞那麼多這樣的動作 反正也是 忍了那麼多年 好醜好壞 都忍了那麼多 那就算了 只能說 鑼鑼琳跟其他人的走路是非常不一樣 分開只是分一半而已 有可能大家都相關了相處 其實從他的言行舉止 我覺得就是 現在分開了 所以我的事你不要再吵了 因為大家已經不是兩夫婦了 我覺得已經是這樣 這個分居 會令他們 吵架的頻率減少了 他們覺得更容易相處 情況就等於 本來你的上司經常不滿意你的 今天 你就不再直屬你上司的Department了 但是大家仍然在公司裏面 做事 都在這個地方 你都不是你上司的 馬仔 你上司也不能說你了 大家都不同Department了 大家免得說大家 但大家都仍然為公司做事 我這樣比喻不知道是否正確 只能說每對戀人其實都有相處不同的方法 有些情況 或者換過方式愛你 這些有可能就是 落落臨的愛情之道 只是現在換過方式 愛他老婆 有人這樣看又覺得挺甜蜜的 首先很多時候男人一說 一結婚就從此被困 現在離婚就沒有困 心理上的負擔差很遠 其次是什麼 我外面可以再認識其他女人 他不能說我認識一件事 總之我心理上覺得我可以隨時認識 我是Welcome everything Everywoman 現在他其實是打破 反過來看 一些人同居 結不結婚呢 究竟為什麼要結婚呢 一張分子真是這麼重要 同居不可以 現在其實 他們回復 我們沒有結婚 結婚很有壓力 很多人都不知道 簽張分子都說很有壓力 很多藝員都是這樣 寧願一輩子同居都不簽了分子 你這樣反過來看又覺得沒什麼 他們現在還不是同居 他們說是分居 說明義分居 實質同居 沒有結婚 可不可以這樣看 你換了這個角度 立即都覺得 是不是整件事 其實他們都是很甜蜜 因為如果你真的去到很 很大問題的話 就這樣吧 很大問題的話 怎麼可能還在一起 當然還有什麼實質的事情呢 來了分居 萬一劉樂林有什麼問題 他老婆不能分居家產 他又不能要他老婆的家產 那麼 他老婆應該不是很自在的 他自己有工作 有人這樣覺得安樂一點 那幾個女兒 服侍得我開心一點 我寧願家產就是分給女兒 不分給老婆 如果不是的話 起碼 到時到後 起碼有一半的家產要分給老婆 只剩下一半才由他的女兒去分 那既然對我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不勝出所有的家產給了我女兒就算了 為什麼要給一個 日日不夠不喜歡我黑臉的人呢 可以這樣想 我突然想出來 說一說好像有幾個道理 我自己好像在說服自己 當然我放心 我不是想來回 我想一下羅樂林 內心裡面有幾個理由去支持分居的行動 有很多人覺得 分不分都沒有什麼特別不是 真的有意思的 真的有不同的 你買了一個人壽保險 原本一定要分給老婆 當你不寫為了的話 如果大家有想到羅樂能這樣的做法 其實有什麼心靈上或者實質上 是很不同的話 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講完這麼多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 拜拜